大琪在施打解药后不久 身体出现了抽搐现象 不幸于下午四点二十七分 停止呼吸 宣告死亡 那其实梁卫医生就卖大琪 我现在去办转院手续 不用 勉强移动病患 会造成他身体更大的负担 而且大琪所有的病例都在本院 麻烦梁卫师把药剂拿过来吧 好 我回去一趟 这里就麻烦你先做准备 谢谢 感谢观看 你的礼物 还快送到 辛苦了 没事 她一定没事的 没事 她一定没事的 对不起 大琪在施打解药后不久 身体出现了抽搐现象 不幸于下午四点二十七分 停止呼吸 宣告死亡 可以 不错 不错 Guid 丽TV历史线上仪式